透520 大家都在問 經濟環境會更好嗎 兩件事你就來看 房市跟股市是最明顯的指標 股市創高 房市也輕輕向榮 明明一片向好 為什麼外媒要點名 台灣經濟走在錯誤的方向呢 好 我們看到說最近一段時間來說 大家都討論那個AI浪潮席捲台灣 那你知道AI就當然可以撐起台灣 不過我們必須說 AI讓台灣整個浪 整個經濟結構出現了很大變化 譬如說我們來講 實際上過去一段時間 大家在講台股的前十大裡面的時候 一定都會有台塑集團 要嘛就是台塑化在裡面 然後台化 這個南亞 這個台塑 一定都在這裡面 台化也到十幾名 可是就像你仔細來看 現在你看從台灣的1到10名 你都沒有看到台塑集團 第一支是出現在台塑化 再來的話南亞跟台塑 都已經來到18 19名 甚至連台化都已經來到30名 也就是說台灣的 這些所謂的傳產股大幅的退後 但是台灣靠AI的 你看廣大已經排到台灣 第四了 偉創這個 偉已經來到台灣第15 還有包括偉創來說 已經來到台灣第29 就是NAI都在往上跑 然後傳產都在往下降 這個其實是有好有壞 為什麼說有好有壞 因為第一個 NAI來說的話 當然台灣整體經濟好轉 但是我們不可謂言 傳產用的人比較多 用的人比較多說反而在衰退 所以這個對台灣來說的話 是一好一壞的這個局面 台股大好 失業率24年來同期新低都很好 為什麼外媒卻要提醒賴清德總統 接下來要把台灣帶帶對的路上 他說現在台灣經濟發展 走在錯誤的方向 對 為什麼這樣說 事實上我們必須講 很多人都覺得說股市大漲 但是很多人覺得無感 我覺得目前為止來說 台灣的確是有一些問題 我們喪待解決 特別是以這個日經亞洲說 台灣經濟應該是這個賴總統 執政的首要之物 他點出兩大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過度依賴出口 然後第二個問題是不斷擴大貧富差距 你看 我們剛才就講 過度依賴出口 我們剛才不是說嗎 台灣的AI股都跑到前幾名嗎 也就是台灣的是靠所謂的AI 或是靠國外的產業 撐起整個台灣經濟 尤其是你看我們三月出口量的話 是成長了18.9% 出口很多 但是我們國內消費其實是沒有起來 所以過分依賴出口 這的確是一個簡訊 另外第二個是我們台灣的貧富差距 目前為止其實在拉大之中 目前為止我們台灣的貧富差距 從過去的16.8% 然後現在已經來到了66.9% 這個貧富差距 較以往都拉開非常多 甚至連青年人的失業率來說的話 超過11% 所以我覺得這些問題的確 留給賴清德 他必須要好好解決 所以我們剛才講到了 股市大好 問題是AI大好 一家烤肉萬家鄉 更多聘用傳產勞工人口的 不見得跟著好 就拉開了這個貧富了 對 拉開貧富 然後同時之間也出現非常多 因為你沒辦法沾上AI的話 你可能就會有失業的危機 尤其是我們可以看到 最近我們看幾個現象 因為很多時候7-11 都會有所謂集齊商品 就是我快要過期了 那快要過期的時候 用整個折價的方式賣 過去一段時間 其實這種所謂麵包 或是說這種所謂壽司 其實大家不見得想要賣 但是問題是現在你可以看到說 大家這些所謂集齊麵包 或是集齊的這個所謂是飯糰 都賣光光 大家想說那到底怎麼回事 某些程度你也可以看到說 好像就是貧者月貧的感覺 是出現的 另外第二個就是 負者月負的感覺又有這樣 為什麼 負者月負的感覺 大家還覺得是房市 為什麼覺得房市 現在我們你們注意到 我容上最近大家都在討論說 我都快買不起房了 房市很熱 很熱 對 我們就講 其實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 是我們台灣歷任總統上台的時候 是通常520都不是一個好的檔期 因為為什麼 因為總統剛上任的時候 通常他都說我要打放 我要這個所謂公平正義對不對 高舉這樣大棋的時候 通常都會跌 可是我們看到事實上這一次的 這個賴清德總統上台的時候 好像我們最近房市是沒有跌的 房市還在往上衝 尤其是目前為止來說 因為為什麼 因為之前有推出所謂新慶安 另外第二個就是說 因為台積電在全台大擴產 再來就是股市那麼好 我們知道 股市跟房市兩個是亦步亦區 股市好的時候房市是很難大幅的回跌 所以在這樣的局面來說 房價反而在往上衝 這個其實對賴清德來說 未必是一件好事 為什麼未必是一件好事 第一個 我們知道賴清德總統 他在去年選舉的時候 今年選舉的時候 遭遇比較大的難題 就是人家指責說房價太高 對不對 結果沒想到他上台的時候 房價還沒有往下跌 尤其股市這樣 他怎麼去壓制房價 尤其他高舉公平正義大計的時候 那怎麼辦 好 那我們就講 現在事實上 尤其是中所謂年輕人的痛苦 事實上是沒有減少的 為什麼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今年第一季 台北市美平的這個成交價 成交價來說 你看價格都在往上升 尤其是 你可以看到 目前為止百萬的豪宅 就是單品 它已經是在百萬以上了 豪宅已經占了 整體成交量的23.3 就是說我年輕人 我住不起大房子 我住小房子 就小房子的價格在往上飆 目前為止都撲破百萬以上 而且來到四分之一 這個對年輕人來說 當然是壓力非常大的一個狀況 這個增速是很有感的 一年前這個數字還20%而已 現在才多久的時間 已經23了 對 所以你就要事實上 這個年輕人買不起房 這壓力是有增無減的這個狀況 好 另外一個我們可以看到說 事實上目前為止來說 以這個雙北來說 平均的這個成交當數 都一直在往上衝 好 那我們就講 以目前這個 不是只有台北這個樣子 新北市也是這個樣子 我們看到新北市 像我住了新北市的這個地方 我最近已經看到說 有這個指標的建案 它已經開出了這個 每一品121萬的這個紀錄 我們到前幾年 袁牧是在2012年13年 當時我剛到板橋的時候 那時候板橋的天價是60萬 70萬就緊繃 現在已經開到121萬了 所以十年的時間 板橋的房價的天花板 往上再捅 雙倍上去了 所以瀰漫一股情緒就是說 如果現在不買 以後會更貴嗎 那我就問手購族怎麼辦 剛性需求怎麼辦 來看下面這則報導 私通八達的交通環境 看上往南還是往北 在三鐵共購的板橋 都能一站式享受便利通勤生活 環老師的商辦大樓 隨處可見絡繹不絕的人潮 大型商場隱成百貨林立 也難怪新板特區 被稱作是新北一哥 房價三年就漲了15% 新北板橋被譽為是 最適合居住的地方 不過新板特區的房價 已經突破百萬元 對手購族還是小資族來說 真的是很難入手 不過跟著我們的鏡頭 我們要帶您看看 板橋最後一塊重劃區 開車只要七分鐘 一起去看看 主打藝術殿堂和夢想基地的地方 就在江翠北社重劃AB區的 435藝文特區 來到這裡真的是非常愜意 不過我們就請專業的 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柳哥你好 哪要更了解435藝文特區 走 我帶你一起去參觀吧 好 走 如果我們可以看到 你看我們現在這邊 這是華翠館 因為發掘了這個氛圍 有沒有很像小時候的學校 有 非常讓人有懷念的感覺 對啊 那我們基本上 整個園區有七個展間 像這是華翠館 我們這七個展間 其實是用板橋 有七個對外的 連接的橋樑的名稱來命名 所以這邊是華翠館 那裡面我們剛剛可以看到 都有很多藝術家的專業 鼓掌鼓掌 你在幹嘛 我在拿粉皮塗鴉 這是什麼有趣的活動 這是我們435最有趣的活動 這個粉皮你可以去我們補台嶺 所有的小朋友大朋友 都可以在我們的地上塗鴉 所以等於是說 只要在435的柏幽路 小朋友都可以在這邊自行發揮 對 就可以當天然的畫布 讓大家把自己的夢想 實現在地表上 感覺很好玩 我也來試試看 OK啊 來 有著一大片休息空間 難怪江翠北側重劃AB區 就稱為是最佳的藝文特區 如果能夠住在這 想必也是夢寐以求 你怎麼沒有跟我講在江翠北側AB區這個地方有這麼好的居住環境啊 因為我剛來還以為我來到的是鳥屋書店呢 是的 其實目前這個現場就是我們希望呈現未來社區的一個氛圍 那我們最主要是希望打造一個質感的一個閱讀環境 除此之外其實我們社區還有一個非常就特別的一個公社就是我們有私人一個健身俱樂部 那使用空間大概有80坪 那除此之外還有一些KTV啊 宴會廳啊等等 琴房等等 那我帶你去看一下我們Randocare還有什麼其他特別的地方 好啊 走 我剛來之前我還有做一下功課喔 當然其實每個重畫區都有它的特色 那以我們Randocare來講的話它總共有五大的一個地段優勢 那首先來講的話就是我們被8座公園環繞 所以它的律覆率高達50% 那再來就是學區的部分我們走路就可以到國關國小跟板橋國中 那商圈來講的話其實步行五分鐘就可以到中正路的商圈 甚至我們距離新版特區只有2.5公里 那交通的部分其實我們大概開車三分鐘 這樣我們就可以上六五快速到路線就一高跟二高 對 也是整體來講都非常方便 那我就很好奇日安Tokyo的內部格局長什麼樣 帶我去看看吧 哇 整體的環境真的是非常的寬敞 而且住在這邊最幸福的一件事情 應該是可以欣賞到媲美大值的水岸景觀吧 是啊 其實如果以大值水岸景觀來講 目前平均的行業都要到150萬到180萬個區間 那我們日安Tokyo只要七次頭就可以買得到 那對想要住在這邊的人來說 選擇性是不是非常多 以我們日安Tokyo來講其實房型相當多元 但是賣的最好是我們現在所在的這個24名的三房 那它可以依照我們家庭人口數去做彈性的調整 可以規劃兩房 二加一房 甚至可以規劃到三房 那當然大家最關心的就是價格囉 價格這部分怎麼算 其實我們的價格也相當的親民 那以我們距離新版特區只有2.5公里 那房價只要打6整 就是七次頭就可以買得到 在通膨預期以及新簽貸款效應下 我們可以發現現在的房市真的是越來越夯 那當然擁有綠地 水岸 豐富的生活圈 以及良好的機能 最重要的是親民的價格 擁有這些優點的日安Tokyo 絕對都是大家最好的選擇 如果真的這個態勢 今天不買 明天會更貴 剛性需求 小資族 年輕人怎麼辦 今天我為大家邀請到的是房產專家 大全哥 你來告訴我們 買房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 那些買房的人往哪裡去 而如果長成這樣子的話 還有便宜的區域可以選擇嗎 這就要用點工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整個的趨勢走勢 其實看到買房意願和賣房意願都在往上漲 賣房子的人想要趁著景氣好賣 這OK 買房子的人 你覺得現在房價怎麼樣 現在不買 未來會更貴 就買 所以你也看到這兩個數字都在往上走 好 這件事情是國泰經的一個調查 我們就來看 實際的數字告訴我們什麼樣的反應 來 第一個 第一季 今年第一季 2024年第一季 是什麼概念 一共賣了5000億的房子 這個是歷史上最高的紀錄了 這是什麼概念 什麼概念 然後賣了三萬多間房子 是 三萬多間第一季表示一天三百多間 是 一天三百多間預售屋 這個是放眼全台七部 對 那我就問 你再細看進去 從這個各個行政區 各個都會區裡面 他們往哪裡去找房啊 你看 台北市 台北市 台北市以前年輕人都買蛋白區 沒有喔 中山區是蛋黃區喔 對不對 也賣了八百多間房子 是 這第一季裡頭喔 對 好 再來 而且20到40歲喔 這去年的部分 2023年20歲到40歲 在新北市買哪裡 板橋 是 板橋 你看看喔 因為它是離台北市就一線之隔嘛 對 對不對 2248間 一天賣6間 一天賣6間 大家對於板橋年輕人覺得 是很OK的一個狀況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覺得說 你當然你要新莊也是第二名啦 但是我們看到板橋 因為它各方面的條件很好 講個雄壯威國數字 新北市有404萬人 中華民國第一大線 板橋呢 55萬4千人 中華民國第一大區啊 買房子什麼概念 跟著人多的地方就對了 好 道全哥 剛剛我們才看到一個數字很驚悚 板橋推出的新案 那個天花板10年已經 Double推更高 120萬了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就要問 如果板橋你剛剛提到 它有很多剛性的這些公共建設 支撐著它的房價 往哪裡去看 還挑得到比較清明的價錢嗎 其實板橋 大家以前都在講一個地方 叫新板特區 蛋黃對不對 什麼概念 台北市的市政中心 在新市場區天花板 房價天花板 新北市的市政中心 就在板橋新板特區囉 新板特區剛才你講得很好 120萬 對呀 以前80萬 70萬 你也覺得好貴好貴 就一路上去了對不對 那現在板橋還可以買哪裡 大概就剩這個重劃區 這叫做江翠重劃區 是 我們每天在分析股票 其實各股輪漲有沒有 對不對 一開始這個江翠重劃區 在推出的時候 第一區一區 常叫水岸 交通 重劃區對不對 現在一區一區輪 現在目前輪到AB區了 基本上這個重劃區 有幾個優點在哪裡 叫做五塊 五橋 兩塊 八公園 這厲害 有多少條去進台北市 對不對 從華翠 萬板 華江 大漢橋市到新莊 然後新海橋到新莊 四通八達 然後兩塊什麼 快速道路 永環河快速道路 64號快速道路 八公園這就了不起了 重劃區裡頭要買公園第一排 這才是學問對不對 但是我們要講新版特區在這個地方 你如果真的住在新版特區 要不然你是非富即貴 但是你一般生活機能 還是要靠商圈 所以這個地方有一個很重要的 叫什麼 中正路 板橋在地人都知道 中正路 不要講 全台灣人都知道 你知道中正路就對了 對不對 中正路 你不會吃個牛肉麵 你還要去大圓擺對不對 這邊有個非常有名的牛肉麵 我要講什麼意思 它的狀況其實還有一個重點 它兩年沒有推案 推案量很多 表示題材正在發酵 你看那個南二都對不對 兩年沒推案就有一個學問 成熟了 所以大家習壽了 不想賣了 賣一個少一個 你看看新版特區 一年推幾個案子 你看新版特區一年推幾個案子 所以這是一個重要的觀察指標 它賣一個就往上抬一層 賣一個就往上抬一層 這個價格其實很清楚 它有八座公園 又有學校 又有各方面的生活機 醫療資源很重要 對不對 那個醫院進新版特區 然後還有交通的各方面條件 我們看到江崔北側的一個成熟度 它是一個眼見為平的東西 還有一個重點在哪裡 藝文特區 台北市人聽過什麼 松菸 華山 桃園有藝文特區 台中什麼的 藝文特區就是票房保證 這邊有一個新北的435藝文特區 跟著藝文特區買 人都變得比較有氣質了 旁邊如果又是公園 生活沒問題了 國會改革今天決戰立願 D-Day 為什麼 今天要立新三讀通過 包含了藐視國會罪 調查權 聽證權 都是 而他民進黨還沉浸在 10萬人上街名氣可用的狀態之內 卻被隔魁 國文太也潑了一盆冷水 他提早喊話 輕鳥不集結 不想周五第一場實證報告 就被搞砸 今天我們請秀琳告訴我們 今天整個過程 簡直是讓我們覺得太匪夷所思的場內 沒有在舞鬥了 而且是我幫你掛布條 你幫我掛布條 還一起跳舞 唱生日快樂歌 今天完全沒有煙消味 我會覺得在這個國會外面包圍的這些青鳥們 如果有看直播的話 他的大螢幕上面看直播的話 他看到藍綠一團和氣 大家辦了一個慶聲同樂會的場景 一起唱生日快樂歌一起鼓掌 那我在外面包圍國會要抗議國會擴權 這中間是我們的衝突 我到底上街幹嘛 我在抗議什麼 這一段大電視牆絕對不要播 不然外面抗議的人會覺得 果然卓榮太叫我們不要集結是對的 我是等於他們就攻進去了 還是說我們應該要在門口集結的時候 一起跟著國民黨民眾黨的立委 幫吳思瑤唱生日快樂歌 我們全國一起唱好了 不管你是場外的還是場內的 這非常荒謬 唱完生日快樂歌 慶聲同樂會結束之後 做什麼呢 進行的是教室的海報祕報比賽 什麼意思 你貼一個標語 我也貼一個標語 而且國民黨算是非常的有風度 我覺得謝龍介 這算是展現了南委員的風度 他幫吳佩毅去貼這個吳佩毅的標語 那一個吳佩毅貼不到 謝龍介一百八十公分 剛剛好幫他把標語貼上去 多諷刺 你看龍介先生 他貼的那個標語 白底 黑底白字 沒有討論 不是民主 完完全全的就是青鳥標語 那青鳥標語由謝龍介幫忙掛上 其實這個一方面看 這個台灣真的是一個言論自由多元的地方 在野黨可以幫你掛 你的標語 對於國會來講 對於韓院長來講 我覺得他也是樂見其成 因為這樣子的互助合作 這樣子大家有充分表達自己意見自由的空間 就是國會要呈現的 而不是你打我一拳 我踹你一腳 這件事情不是台灣的國會要呈現給全世界看的面貌 那卓榮泰大家都說是賴清德意志的執行者 所以卓榮泰會說青鳥不要上街集結 他不可能沒有跟賴清德報告 賴清德知道他要說什麼 那卓榮泰當然說 因為在野黨已經釋放出善意了 因為5月31號星期五第一次總質詢 現在在野黨是答應不杯葛 要讓他順利的上台總質詢 所以接下來要看的是說 賴清德請卓榮泰貫冊的這個意志 在國會改革法案通過之後 卓榮泰會不會用行政院長的名義提出複議 當你行政院複議立法院通過的法案的時候 代表你行政院要對抗立法院嘛 那對抗立法院現在以1 2通過 就可以否決複議的狀態之下 就是不信任案的一種投票形式 那你卓榮泰這個隔魁的位置還沒坐熱 難道就要倒閣了嗎 所以為了避免走到那樣火車對撞的 這一個狀態 所以現在賴清德跟卓榮泰 是在試圖為這整場青鳥行動 搬了台階 想要下來 怎麼樣子下來又不會摔傷 現在就是讓他淡化冷化 千萬不要有任何的這個暴力衝突 否則未來 假設這個法案真的是這麼的嚴重 這會亡國民主會死掉 立法院會變成立法會 會變成中國人大 嚴重到這個程度的話 那為什麼還能夠在裡面這樣子舉手 然後貼海報就好像沒事發生 民進黨過去的先前先烈們 看到現在的立委們恐怕都要吐血 所以今天這兩個字就叫做錯亂 你是愛我窮窮 還是都踩煞車 看起來都是朋友 來 有人似乎不想踩煞車 就在剛剛羅志強被邱燕打臉 開始今天又舞鬥又登場了 搶手機 徐曉星尖叫之後加入戰局 去揪邱逸林的10Line 忘了再告訴我們 剛剛大約內發生什麼事了 這個主要的新聞我跟你講現在幾點 現在大概我們錄影時間下午3點左右 快要下課時間了 趕快號召群眾上街 因為今天看起來整個白天 跟禮拜五相比人數是比較少 但是你看到下午的立法院 早上大家一起幫忙慶生 甚至還有這個民進黨立委 在場邊跳舞還被拍到 那下午民進黨立委 看來有人不想要著龍太野跟著下車 趕快加強火力 甚至這個新聞出來之後呢 待會下課下班時間 很多民眾可能就因為邱燕這個動作 上到了立法院去繼續抗議 所以我這個覺得他們是要號召一種群眾來上街 但必須要說 現在為什麼所謂的青鳥行動 感覺好像消瘋了不少 因為大家回顧一下禮拜五的情況 禮拜五這些青鳥 它不是青鳥 它是憤怒鳥 當時很多的群眾 我們在街上也看到 很多民眾是希望說 我們要衝啊 我們要怎麼罵啊 甚至還有場邊很多的群眾是說 我們要罷免謝國樑 然後甚至拿很多不同的政治標語的訴求 一一要來說出來 可是問題來了 這樣的訴求會不會對民進黨來說 是個雙面刃 我覺得很有可能 為什麼 民進黨現在希望說 這個禮拜如果左龍太能夠順利 來到立法院做實證報告的話 這個衝突絕對不能發生 可是在場外又爭議不斷 你看 不只這個我們剛剛講到說 有場邊這個訴求模糊失效 甚至有老師帶小朋友站上舞台 當時也引發很多網友說 怎麼可以讓這些小朋友跟老師一起站上舞台呢 會模糊所謂的民進黨說 反黑箱的一個焦點所在嗎 好 觀眾朋友 我們再跟大家來報告一次 就在討論到一半 立法院又變成了舞鬥場 來看到下午三點 蚯蚓拿了扇子 呼了羅志強一個巴掌 當然有他的理由 他認為再生醫療法 本來就應該排在第一案 卻被洪孟凱擋了下來 所以蚯蚓非常不爽 而國民黨不當組長 他更不爽 又被羅志強 我已經不爽了 你還是嘲諷我 最後忍無可忍 直接衝過去 直接呼過去 就變成了先呼了羅志強 一個臉 然後徐曉星 衝入戰局 尖叫聲中 又揪住了 這個邱毅營的臨口 觀眾說這樣的一個情況 到底是要踩刹車 還是要站 今天吳征來到這場告訴我們 民進黨現在策略是什麼 步伐有混亂嗎 其實從剛剛來賓不同分析的看到 有人覺得說 現在民進黨整個要退場了 要撤了 要降溫 總統太多趙家不要上街 所以這個是建好就收 但是對民進黨來說 所以包含從賴清德主席 立志的談話 也強調一個重點 就是說 舉手可以輸 但是你論述不能輸 就是為什麼現在我們在國會 要反對這個所謂的擴權法案 為什麼認為程序不正義 這一點你要去好好地 跟社會上大眾說明 那這樣至少你才能把戰線 往後拉長 甚至來到下次選舉的時候 讓人民用選票 要對現在立法院裡面各黨的表現 去做一個審判 去做一個裁決嘛 那所以你要論述的話 就必須要有一個論述的空間 跟時間出來 所以包含剛剛 這個秀琳姐提到說 民進黨為什麼在立法院裡面 包含說 刺激反對自己的提案啦 包含說 每一個提案都說要重複表決啦 包含說一直要 這個要求韓國瑜做 現場唱名點名表決 其實這都是 當然是所謂程序杯葛的一部分 因為我們就希望把這個時間跟空間的戰場拉長 讓我們的論述能可以出去 讓我們可以跟社會大眾 來去宣傳說 現在這個擴權法案 不只是立委的權力擴大 甚至未來也會影響到一般社會上大眾 那這樣的一種做法 其實在過去這段時間 我們可以看出來有一些效果 因為包含最早 5月17號當天 其實現場只聚集了大概數千人 七八千人 到了5月21號 場外的群眾就突破了3萬 到了5月24號也就上週五呢 現場人數是超過了10萬 那到今天雖然因為上個禮拜五 經過一個很大的動員 今天能量看起來是沒有上禮拜五那麼大 但是場外群眾目前持續累積 到了傍晚時段也是有超過上萬人 所以看出來是透過 就是因為民進黨委員在議會裡面 持續透過所謂 不管是舞鬥或文鬥或程序的杯葛 把這個戰線拉長 所以才讓越來越多的這些市民朋友 大家意識到說 現在要過這個國會擴權法案 真的對社會有很大的影響 剛剛講拉長戰線這四個字 拉長戰線的定義到底什麼 吳征說拉長戰線就是民進黨的立委們 在議事的過程當中 不斷的否決打臉自己的提案 這叫拉長戰線 而在這個拉長戰線的過程當中 就有機會去論述說 因為這一個法案多麼多麼的不正義 但是拖時間跟論述真的是兩件事情 你今天拖時間的方法 是否決自己的議案 大家只是看得很荒謬 本來20分鐘可以處理的事 你花了五個小時處理 他還是處理完了 大家只會質疑立法院 你薪水小偷嗎 20分鐘能做完的事 你還花五個小時嗎 就為了拖而拖 對為了拖而拖 你沒有任何的效果 那所謂的論述時間拉長 這個論述真的對民進黨有利嗎 我是很懷疑 因為時間越長 現在大家整理出來了 在委員會的時間 民進黨的立委 總共針對這國會改革五個法案 發言的時間的長度是967分鐘 你講了967分鐘 跟這個法案相關的議題 總共有16個小時 但是你內容沒有任何一個字 在討論這個法案的內容 就是罵說這個法案不應該過 從頭到尾就只有一個你不應該過 剛剛秀琳姐講說 有講啊 你們都有在進行一些 960分鐘還不夠忙 對 但那個都是所謂的程序發言 跟大題討論 真正在進入4月15號 委員會當吳宗憲招委開始說 好 我們現在開始逐條審查 大家都可以到立法院網站 上面看當時的錄影 其實當時吳宗憲宣布 進入逐條審查後 每一條當民進黨委員 譬如說吳思瑤提出說 來這條我有異議 我要發言 吳宗憲就說 好有異議保留送協商 我們下一條 事實上每一條在逐條討論過程中 當時吳宗憲周圍招委 都是直接把他沒收了 所以這是一個部分 為什麼我們認為說 一個法案不應該這樣子倉促 沒有經過失職討論 就進入院會 甚至在二讀的過程 包含每一條 在二讀一法院大院 做逐條討論的時候 都可以看到 每一條法案 每一個條文 一個民進黨委員 都只能上去發言 一個人三分鐘 三分鐘之後 國民黨就會說 韓國瑜就會說 好 報告院會 現有國民黨黨團提議停止討論 請院會舉手表決 好國民黨就舉手 好就停止討論 就好像就繼續 就往下一條前進 所以大家可以想嘛 我們現在在審這個 國會職權行司法的 整個根本大法 但是在每一條 在立法院院會 一百一三個委員出席的時候 事實上根本沒有討論空間 每一條現在 甚至連國民黨的提案委員 我跟大家報告 在這所有七幾條 立法院執權行司法修法過程中 每一條 連國民黨自己的提案委員 都沒有上台做提案說明 你一條法律 你主張要修 主張過去不好 為了要怎麼改 你甚至在院會這樣的場合 到台上跟任命說明 為什麼這條要改 你都不願意花這個時間 只讓民進黨 一個委員上台去講三分鐘 然後就把討論沒收 這就是沒有實質討論 這就是我們所說的 沒有討論沒有民主 那你說這樣子的一個 拖延戰術有沒有效呢 事實上 我們來看傅崑琦的反應就知道 因為傅崑琦基本上 花了很大力氣 在詆毀場外的群眾運動 之前他說 5月24號之前 傅崑琦就預告 5月23號說 民進黨要從中南部 動員黑道北上 來到立法院外面抗議 但是上個禮拜 五的畫面大家都看到了 場外十萬 包含長輩 包含年輕人 包含年輕的爸媽 包含學生 哪裡有黑道呢 有任何一個黑道 有可能動員 十萬個黑道上街頭嗎 好 黑道這個地方 我們剛剛提到了 吳征的那個描述 我怎麼隱約覺得跟你講的 我們是活在平行時空 所以我們兩個描述的都是事實 但是事實是立法院的議事的程序 有它必經的過程 那法案如何一讀 法案如何二讀 法案如何三讀 在民進黨是國會多數的時候 為什麼現在這個 國民黨在野黨 可以很迅速的在議事上面推進 而民進黨沒有辦法反駁 因為過去很多的 這個議事推進的方法 都是民進黨所留下來 都是當年柯建民所訂定的魔法的 寶典 所以照這個魔法的寶典 把議事推進了 推到現在三讀 我覺得要回應 吳征的一件事情是說 他們的策略目標叫做 退回委員會重審法案 你現在所做的事情 不管你是在立法院拖時間 把一個法案表決八次 或者是你叫青鳥們 在國會外面唱歌 然後反抗 這個策略有哪一點 是可以讓法案退回委員會的 沒有任何一件事 我就說 他的效果到目前為止是零 那你效果是零的事情 你為什麼要做 而且你做了之後 是為了接下來的政治盤算 就是說他說 我們要把戰線延長 到下一次的選舉 讓人民用選票來決定 那有人甚至說 那你不用延長到下一次選舉 你讓賴清德現在就解散國會 現在就選舉 不好意思我再簡短補充 一下下一點點就好 但秀琳姐剛剛說 我說我們做的都是事實 我也很感謝 我們可以在這樣一個機會做討論 那事實上 剛剛秀琳姐講到說 過去民黨八年是不是也是這樣 多數暴力是不是也都這樣輾壓過去 我想第一點 過去八年 民進黨從來沒有把任何一案 退回程序委員會 就在一讀之後就把你封殺 第二點 包含過去 確實八年民進黨在立法院是多數 有時候也動用表決 但是我們都給在野黨論述的空間 最經典的例子就是2017年勞基法的時候 大家記得當時蔣萬安還是立委 一戰成名 大家說蔣萬安戰神 站上議事質詢台 連續好幾個小時 兩三個小時在那邊一直講 不下來 冗長發言把整個勞基法發言杯葛住 這就是最好的例子 因為當時 還是有給在野黨這樣的空間 讓大家來論述你的想法 讓大家來論述你的看法 最後把決定的 民意的這個裁決權 交還給社會大眾 所以這是民進黨 跟現在國民黨做法不同的地方 觀眾朋友現在吳征提到了蔣萬安市長 我們來看看當時的蔣萬安委員 他在國會歷經了怎麼樣的意識流程 而如果那個遊程是對的 是民進黨的柯總召留下的流程 為什麼現在藍白不能做呢 來看下面這段畫面 綠營現在講說 沒有委員會的審查就進入院會 這都沒收民主 請教一下您擔任立委的時候 2017年勞基法修正案 沒有實質審查 沒有公聽會 大家含有意義 結果民進黨立委 仍然一分鐘列完送出委員會 是這樣嗎 是這樣 2017年前端基礎建設條例 沒有實質討論 沒有公聽會 大家含有意義 結果邱逸營兩分鐘列完就送院會 是嗎 是這樣 2019年公民投票法 沒有實質審查 沒有公聽會 趁著國民黨立委離席的時候 民進黨突襲 禁服二讀 這個法案幾乎是等同實質 沒收公投沒收民主 是這樣嗎 是這樣 2019年反正投法 同樣沒有在委員會討論審查 民進黨憑著人數優勢 直接禁服二讀進入院會表決 是這樣嗎 是這樣 2021年民進黨在立法院中展開突襲 將總預算案自委員會抽出 禁服二讀 沒有實質審查 沒有公聽會 是嗎 是 2022年會計法 讓阿炳服務器要廢除罪話 民進黨五分鐘就把草案強勢送出委員會 沒有討論 沒有審查 沒有公聽會 是嗎 好 觀眾朋友 你現在看到是在台北市議會幾天前 非常精彩的一個搭訓過程 蔣市長 他在回憶蔣委員 他在立法院看到民進黨 絕對多數的情況之下 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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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綠的我不能嗎 沒錯 其實就算剛剛我們看到這個影片 還有包括加上吳貞恩提到的說 當時蔣萬安在立法院 可能也可以講兩個多小時 那民進黨最近都常常拿這個來講 那蔣萬安也有話講 當時這個一力一休在審的時候 就像現在這個各黨派一個代表 國民黨民眾黨他們不用 民進黨就讓他們代表 一個人講三分鐘一樣 只不過當時國民黨採取的 這個拖延策略 就是讓這個蔣萬安 因為人數優勢沒有辦法抵抗的 這個民進黨 超過五六十席的這個國會多數 所以用蔣萬安 他們的拖延策略 蔣萬安那你就上去講啊 你就講了兩個多小時 沒關係你就代表 國民黨團也只有他當代表啊 就如同現在是 民進黨的三分鐘一個人 然後好多人上去講 柯建民也發言好幾次的 這個同一條他可以發言四次 所以類似這樣的一個 把他時間拉長 蔣萬安就是那時候的這個代表 可是就像這個侯漢廷在問蔣萬安的時候 在委員會審查的時候 有沒有那個畫面在網路上流傳 一分鐘兩分鐘 有沒有意義有意義台下 一直有意義有意義 有意義那個字幕都一直打 有意義有意義 然後這個當時邱映英當主席還是 過 過 過 通過 通過 二讀 就這樣啊 國民黨跟民眾黨 就是剛剛邱琳講的 在用民進黨當年的方法 不然你看 謝榮記接著爆料 以前他當台南市議員 賴清德當台南市長 那賴清德在當總統以前 以前他有沒有用過這樣的方式 有 謝榮記有講 當時在台南市議會 賴清德和民進黨的議會 不是一樣啊 國民黨人要去佔領這個主席 沒辦法 結果還是遭到民進黨的市議會 台南市議會多數 一樣多數碾壓 10秒通過一個預算 而且700多預算 半個小時包裹表決 這樣30分鐘過關 在我們桃園還不敢這樣搞 在台南就可以這樣弄 所以你說賴清德 以前有沒有這樣的一個前例 當然有啊 而你現在看到 為什麼國民黨跟民眾黨 會講說民進黨以前也這樣 那民進黨真的過去8年 我們講的很遠的 8年以前2014 2012 但我就講過去8年 發生了什麼事情 有人可以作證 這個人是誰 魏陽啊 魏陽是誰 2014 319那時候太陽花學運的這個也是領袖 跟林飛凡和陳薇婷他們 都是幾個領袖之一啊 魏陽他在這次5月24號 清鳥行動的時候呢 他就提到了 他說很多人提到民進黨過去8年執政 把很多法案送到委員會 進步二讀為什麼他們可以我們不行 這是一種比爛的心態 這魏陽講的啊 他說民進黨單獨過半的時候 確實有濫用程序的一些問題 這時候台下鴨雀無聲 等一下你在講什麼 你說民進黨單獨過半 的確有濫用程序的一些問題 這不就是黑箱嗎 那時候台下勁悄悄的 可能連放個屁都聽得到那個聲音 所以魏陽突然講出這一句話 那大家會講說怎麼樣 民進黨是要說他面試現場失敗嗎 那怎麼會講出這樣的一個話 我認為是老實術真心話大冒險 把民進黨當時8年2016到2024 就是這樣子 而你再來看看當時民眾黨 還包括時代力量當時也是一樣 在立法院裡面有反對民進黨說 要提前修會 結果民眾黨就堅決反對啊 而那時候的這個老柯 民進黨團的這個總召柯建民 在2023年12月去年的時候 俠人數優勢說 不要管時代力量跟民眾黨提那個 直接就挺會啦 強行表決通過 直接碾壓 也是一樣直接送案 那民眾黨跟時代力量在那邊罵罵叫啊 一樣老柯你叫什麼叫罵什麼罵 就像他之前那講的 禁腹二毒也是剛剛好而已啊 所以你看到沒有 這個就是當時的這個院會表決 反對沒用 還有一個例子很明顯 我剛剛說老柯當時 在這個禁腹二毒 2021年12月的時候 民進黨提了地制法 藍白還算是給民進黨面子 可是民進黨當時 可不會給民進民眾黨跟國民黨面子 法案第一次吧 我直接禁腹二毒 柯建民當時嗆了一句很有名就 禁腹二毒也是程序的一種 你們去問 這句話今天來聽真的是 一巴掌打在臉上 所以剛剛吳征講的 我就覺得 當時老柯就講 禁腹二毒也是議會程序 議事規則一種 你們回去賭一下議事規則 不懂還來當立法人開會啊 汪長你怎麼看 剛剛看到那個魏陽 他講的其實他吃了誠實豆沙包 因為大家討論當年勞基法 當年勞基法呢 不只在院內 其實民進黨多數用碾壓的方式 在場合給大家看一張照片 大家印象就回來了 這個就是今天 青鳥活動的這個現場 但是大概幾年前的時候 當時來靠音勞基法現場的時候 哇 整個巨馬把立法院的 青島東路都圍起來了 所以當時民進黨是不給 這些群眾有上街的機會 上街可以 但是你不能接近 總統府跟立法院周邊來做抗議 所以你看得出來 時至今日 今天的青鳥活動 你還可以在立法院旁邊 大聲的喊 然後甚至還可以大聲的怎麼樣 甚至還有吃的 有喝的 還有雙煮菜便當 那現在大家覺得說 為什麼民進黨過去可以這樣子 魏陽跟你講 魏陽就說當時的確有 濫用一些程序的時候 可是當時民眾要上街 民進黨不讓你上街 那當時就發生這樣的情境 所以沒有比較沒有傷害 一比較之後 差別就出來 那今天其實問題比較大是哪裡 場外下雨對不對 那場內在幹嘛 場內在嘻哈一片 甚至還有民進黨立委在裡面跳舞 而且你看這兩個是誰 鍾嘉賓跟郭國文 哇 這個不是五月十七號的 窮州第一名字 沒錯 就是當時我跌破眼鏡 那兩個立委 當時鍾嘉賓委員跟郭國文 我認為他們是民進黨 非常文職平平 非常優秀的委員 但是五月十七號的時候 他們化身超級賽亞人 哇 直接把陳青衛爆下去 然後搶完這個 周患來的筆記碼 一跑一跑 甚至可以參加什麼 世界壯年運動會 你明年就去報名參加 當時鍾嘉賓委員跟郭國文 我認為他們是民進黨 非常文職平平 非常優秀的委員 但是五月十七號的時候 他們化身超級賽亞人 哇 直接把陳青衛爆下去 然後搶完這個 周患來的筆記碼 一跑一跑一跑 甚至可以參加什麼 世界壯年運動會 你明年就去報名參加 但問題是 現在大家回顧回來看 民進黨現在總統 其實我覺得 應該要降低所謂的仇恨值 因為畢竟你已經執政 你就不需要 再搞這些東西搞下去 對你民進黨來說 也很難加分 尤其現在看起來 為什麼昨天 蔡總統臉書 PO了一個篇文章 結果現在多少人點贊 我給大家看一下 十二萬點贊 這個是昨天 蔡總統PO了一個 兩隻貓的照片 阿財的照片 結果十二萬點贊 這個十二萬代表什麼意思 打趴賴心得 這一個禮拜五文的所有發文 那為什麼懷念蔡英文 因為過去蔡英文看起來 在兩岸政策上面 或不管是相關的政策 比較溫和一點 那你現在看起來 民進黨在這個520之後 哇 仇恨值 秒聲狂聲的情況之下 大家懷念起過去 在520之前的蔡政府執政時代 那個情況 朝野是多麼和諧 剛剛講到了 賴總統520的就職演說 其實對旅遊業者來講 真的是新涼拌節 本來想說 啊 特統啊 這個6月1號之前 然後解除這個團客的禁令 旺澤東來看到 商總理事長許舒博 在今天重磅預告 跟新內閣溝通當中 近日會有好消息 哇 阿公都來軍演 到我們家門口了 哪來的好消息 還能期待兩岸 重新開放交流嗎 還是說 他口中的好消息 其實是政府 拖住他們 不要上街 的緩兵之際而已 現在只剩幾天了 剩三天了嘛 所以看起來非常難解 那非常難解的話 兩岸就持續在繼續 僵在那邊 也不是辦法 我就問你 大家看不懂 就是說 今天賴總統 他用了很多的 我們形容說是 之中派 或是靈活派 不是那種死硬派 那你就會覺得兩岸 可能來交流恢復 讓人家可以期待 可是你520就此也說 要放出大老鷹 我到底要怎麼來看呢 我真的覺得 這是兩面手法 你知道嗎 因為賴清德其實這一陣的內閣成員 用了很多 之中派的閣院 而且或者是 這些人呢 其實在在野黨的評價 也是覺得還蠻好評的 甚至像這個路爾會主委 邱隨正 陳玉珍對他是非常好評的 你知道嗎 陳玉珍說他非常了解 中國大陸的情況 甚至他也是兩岸 非常有名的學者 當時上任的時候 陳玉珍還給他一個讚 你都知道 連陳玉珍都為邱隨正 按讚的時候 就知道賴清德用這個人 是用的多好了 再來 鄭文燦 鄭文燦在民進黨內 算是非常之中派的 過去也擔任過民進黨 這個中國事務部的一些 相關的一些業務 他非常了解中國大陸 另外一個就是所謂的 經濟部長郭志輝 他是來自財經界的 他非常了解兩岸的市場 所以賴清德用這三張牌 看起來是要跟中國大陸 全面打好關係 可是問題是 當天520的這個講稿 好像把兩岸又回到了 一個冰封的狀態 但他很多人看不懂 因為現在很多觀光業者 我剛剛講 還是需要入客 尤其今年 我們原本今年喊出定出 我們要是在疫情之前 也就是2019年的1200萬人次 但是目前看起來 如果少了入客 少了200萬人 那大概只有1000萬人左右 這個人數就變得比較少一點 那很多的旅遊業者活不下去 他們希望說兩岸 像這個情況 你賴清德竟然都已經當選 那兩岸如果能夠和解 當然是對你最好的事情 可是看起來 在玩兩面手法 觀眾朋友 我們知道呢 在這個許舒博 商總 理事長 他釋放出 月底會有好消息傳出來 為什麼 因為他跟鄭文燦吃了一頓飯 跟業界的這一些 各邊的理事長都聆聽了他們的苦水 那麼現在呢 許舒博理事長在我們的線上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是誰給你鄧賢看 讓你有信心有底氣 覺得會有好消息嗎 這一次雖然只有福建省跟馬祖 事實上他的用意不大 真正的要的話要全面解除 但是也就30個航點 那原則上他們也會同意將來的30個航點 至於會員長給我的感受是 我們逐步來把它解除掉 事實上兩岸的交流 不要再有任何的限制 甚至於現在會晤一般民眾的交流 將來有部分的這個企業 官方的交流 也慢慢的來給大家啟動 只不過他的層級 可能會逐步逐步的來放寬 不會一下子說把這個層級放在民族 我想把公公署這邊好像在禮拜三 也會跟業者面對面的進行溝通 然後把溝通的結論 會送到立法院禮拜四的宴會 那宴會就會做出裁定 我希望是一個好的結論 也是一個好的成果 那剛剛講的只要我們認為 我們的開放 我們的解除 甚至於我們先做的這一步 對臺灣整體的民眾 對臺灣是有利的 不要管別人要不要做 我們先來做 我想這樣子才是一個正確的方向 不是基尼在 你不要我也不要 你不要我也不要 這不是這小孩子吵架 沒有意義 我們要表達我們的壓力非常的大 那甚至很多的業者都表示 在6月1號的這個禁團力沒有解除的話 那他們真的可能會必得要走上街頭 民眾之間跟民間 很多事情可以做下來溝通的 不要用走上街頭來解決問題 那這樣最後大家都沒有好處 所以鄭文翰基金會的董事長 事實上他也表示他會把這些意見傳達出去 好 吳珍 這個是許舒伯理事長 他代替這些業界他們真的是日子越來越難過了 可以期待兩岸春暖花開嗎 還是說只是他一廂情願的想法而已 我想賴清德總統對於兩岸恢復正常交流 其實他的善意是毋庸置疑的 包含他自己本人在多次不同場合也提到過 像是他520就職演說其實也直接提到 希望可以和中國來恢復 包含遊客的部分 甚至是學生就學的部分 都希望可以來恢復 所以這第一個是他的基本態度 那第二個事情當然是剛剛其實旺澤在人事面 已經盤點很完整了 他用的很多的這些內閣革員 其實也是兩岸這方面經驗很熟悉 所以從這些不同面向都可以看出 政府想要往這個方向推動 但是問題是說確實在這裡面 我們還會受到其他因素影響 當然也就是中國對於520就職演說的回應 因為大家想對於賴清德總統來說 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 這個是蔡英文總統在任內就已經講過的 四大堅持裡面其中最基本的一個 那所以賴清德總統上任 他不可能在這樣的一個國家基本立場上面 有所退讓 站在這個政府的角度上 他不可能在這個最基本的國家主權 這邊態度有所鬆動 如果這個動了 那對他的整個政府來講 威信會受到質疑 他甚至他整個公信力會受到挑戰 所以但是他在國慶演說 不就職演說 去講了這個內容以後 引起中國非常強烈的反彈 包含這些國台辦這些系統 抨擊他搞台獨 又在以這個什麼謀獨 那甚至在5月24號中國發動了 大規模聯合力艦的這個軍演 所以大家可以想像如果你是政府 如果你是賴清德總統本人的話 在這個時間點要去跟中國 是不是在多釋出一點善意 一定也會受到中國這些相關作為的影響 如果我接著在他的軍演過後 馬上說好好好 那我現在來釋出善意 那中方會怎麼樣解讀呢 會不會解讀成說 因為我們動用這個軍事武力給你壓力 所以台灣方面果然感受到威脅 感受到壓力 所以怕了 那這樣的話 未來是不是釋出給兩岸釋出一個訊號說 如果中國動用軍力 動用軍演這樣的方式 就可能逼迫我們的政府就範 那這樣是不是會讓兩岸關係 可能陷入更多隱憂 或更多的風險裡面呢 所以包含政府一定會去想到這個部分 所以我想6月1號是不是會馬上開放 這個事情可能政府還有很多其他面向要考慮了 但回到現在團克根本上 我們理解包含這個商總剛剛理事長 蘇柏理事長也提到說 感受到新政府的誠意 那當然旅遊界界對這樣有很多期待 但我們回歸到現在基本面 政府的一個基本立場還是會希望 中國在這方面可以先去做出一些表示 那大家善意互相堆疊 再就可以迎來大家期待的 所謂的春暖花開這樣子 通篇你聽到了許蘇柏理事長 他對於鄭文燦寄予厚望 秀琳怎麼看 通篇我聽到的是民進黨的發言人吳征 對於許蘇柏對鄭文燦寄予厚望這件事情 有了一個論述上面的結論 就是這純粹是客套話 因為照現在呢 民進黨的主流論述來看的話 你怎麼可能在軍機軍艦都來台灣的時候 你讓陸客觀光客一起來 軍機軍艦也來 陸客觀光客也來 我們的國家還不夠錯亂嗎 我們在立法院裡頭 30幾年來要國會改革的民進黨 現在反對國會改革 然後呢說這個要台灣獨立的民進黨 現在造成了中國大陸的軍演 軍艦軍機一起來 你突然說 我要讓觀光客跟陸客也一起來 這還不夠錯亂嘛 內政錯亂 兩岸關係也非常的錯亂 所以我認為鄭文燦跟許舒博之間的談話 應該就是客套話 五七暴新聞的所有好朋友 你們給了我百萬的訂閱 真的無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鄧田康 再一次謝謝你們大家 同時請介紹更多好朋友 來支持五七暴新聞 俊項還有優秀的五七暴新聞團隊 會繼續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 就 믿 wink 修正 許多 有 jung 有 不是 通關